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四十九集 在一对饲养室那里 田福高前两天就叫了几个人 和绍安一起 把那个原来放子种的瑶洞 重新泥了一遍 因为这瑶多年不住人 有些潮湿 绍安就拿过来一捆干柴 白天晚上烧个不停 现在绍安正扒在窗户上 裱壶窗子 金波站在炕上 给他递浆糊和麻纸 金波的妹妹金秀 已经用家里拿来的报纸 沿炕周围贴了一圈 这兄妹俩 还把父亲从黄原 带回来的一本人民画报拿来 把墙上贴得花花绿绿 对于他们来说 绍安哥也是他们的哥 他们一家人像自己家里办喜事一样 都忙着掺和到这里面来了 快到中午时分 绍安就把窗户裱壶完毕 金秀也把窑洞的两面土墙打扮得满壁生辉 一切都看起来像个新房了 绍安拉金波兄妹俩到他家去吃饭 因为今天杀猪 按规矩要招待杀猪酱一顿 全家今天中午吃猪下水小米干饭 但两个董事娃娃死活不去 硬从绍安手里挣脱开来 跑回自己家里了 孙绍安只好把灶里的火加望 然后锁住门 回家去吃饭 吃完午饭后 绍安随即带了几十块钱 就又起身去十阁街街上 买些待客的烟酒 事真多 他背着个献搭脸 也没借别人的自行车 一个人一边抽着汗烟卷 一边不慌不忙在公路上 步行往十阁街走 这季节 寒冬的山野显得荒凉而又寂寞 山上或沟道 赤裸裸的 再也没什么遮掩 黄土地 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 远处的山坡上 偶尔有一笼高亮杆 被风吹得 淋淋乱乱扑在地上 这大概是那些 没有劳力的干部家属的 山野和河边上的树木 全部掉光了叶子 在寒风中 孤零零地站立着 植物的种子 深埋在土地下 做着悠长的冬日的梦 地面上 一群群乌鸦飞来飞去 寻觅一落的颗粒 呱呱的叫声 充满了凄凉 东拉河 已经被尖冰 封盖得严严实实 冰面蒙了一层灰蒙蒙的尘土 河两岸的草坡上 到处都留下顽皮孩子们 稍慌的痕迹 一片斑黄 一片枯黑 天气虽然晴晴朗朗 但并不暖和 太阳似乎离地球越来越远 再也不能给人间一丝的温暖了 孙绍安背着线搭脸 捅着双手 在公路上慢慢走着 为了躲避迎面吹来的寒风 他尽量低清着头 使得高大的身躯 螺得像一张弓 风吹着尖锐的口哨 从后沟道里跑出来 不时把路面上的尘土 扬到他身上和脸上 路边排水沟里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子 随风朝米家镇方向 涌涌而去 孙绍安到了冠子村的 一座小石桥上时 突然看见 他姐夫王满银 正搁就在路边 一个土搁落里打瞌睡 满银捅着双手 缩着脖子 戴着那顶肮脏的破黑泥子帽 蹲在那里 连眼皮都不往开睁 绍安走到他跟前说 姐夫 你哥就在这儿干啥来 王满银听见绍安的声音 慌忙一闪身站起来 他把破泥子帽檐 往头顶上扶了扶 咧开嘴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对小舅子说 你姐走后 家里就没柴烧了 我两天没放火 窑里冷得不行 就到这地方 来晒一晒太阳 绍安气得 顿时都说不出话来了 王满银倒来了神说 嘿呀 我猜出来了 你大概到十个节 置办结婚的东西去啊 听说你媳妇是山西柳林的 那地方我去过 好地方 那年武斗正乱的时候 我到柳林 还买过一箱红金烟呢 返回到吴定河的时候 哎呀 又碰上 绍安打断他的话 没柴烧 你不能上山砍一把吗 满银之物着说 寒了一年 山上没长起来柴草 那你连饭也不做吗 没做 你姐走时留下几个干粮 我就到林家锅里热一下 哎呀 天下哪里还有这样的庄稼人 绍安真想破口臭骂一通 这个二溜子 但歪好还算自己的姐夫 只好忍住一肚子火气说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到我们家里去吗 王满银倒像个人似的说 你们这两天忙乱 我去给你们帮不上手 再说 你姐和两个娃娃都去了 我去连个住处也没有 等你办事那天我再去 过完事当天就返回来了 绍安只好离开他姐夫 这个天然取暖的地方 自个儿又向十哥节走去 让那个二溜子 自作自受去吧 孙绍安来到十哥节供销社 买了十来瓶廉价的瓶装酒 和五条纸烟 又买了一些做肉的大茴和花椒 置办完这些东西以后 他想到应该去一趟公社 给他的同学刘根敏打个招呼 让他到时去参加他的婚礼 根敏和他 润业都是一块在十哥节上高校的 后来根敏又到县城上完中学 被录用成了国家干部 一直在十哥节公社当文书 他俩在学校时 关系比较密切 这几年虽然根敏成了干部 但对绍安也不摆架子 两个人还像学校时那样要好 可绍安又想 他和秀莲还要来公社领结婚证 根敏是文书 登记结婚还要经他手 到时候再邀请也不迟 于是绍安就打消了去公社的念头 扛着那个沉甸甸的搭脸 准备回家了 当绍安从十哥节清冷的土街上走过来 到了街上的理发店门前时 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心想 我要不要进去理个发呢 他在这理发店门前犹豫了半天 他从来也没花钱理过发 平时头发长了 总是让大队会计舔海民理一下 海民自己有一套理发家具 一般不给别人理 但只要绍安开口 海民都从不拒绝 有时还主动招呼给他理呢 只是海民技术不行 常把一颗头弄得勾勾勾勾的 现在绍安要当新女婿 应该把头发理体面一些 可是一估算 理个发还得花二毛五分钱 绍安犹豫了一会儿 决定破费近一次理发店 开一回洋婚 这个理发店是石鸽节食堂 胖炉头胡德福的弟弟胡德璐开的 说是个理发店 实际上只有胡德璐一个人 只不过小房子里有一把转椅 墙上挂一面很大的旧镜子 理发家具也都像圆溪城里的理发馆一样 胡德璐比他哥瘦一些 但恐怕除过他哥 石鸽节街上再没有人比他胖了 物以稀为贵 人也以书为贵 因为石鸽节全公社就这么一个专业理发师 因此他和他哥一样 也是全公社人人皆知的人物 孙少安花了两毛五分钱 让胖理发师胡德璐给他理了发 理毕后 他在墙上那面破旧的大镜子前 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容颜 觉得胡施的手艺就是比田海明高 一下子把他打扮得俊淡淡的 这两毛五分钱没白话 孙少安扛起搭脸 赶忙起身回家 刚理完发 走到外面 头皮还冷得有点发麻 不过他心里热腾腾的 是啊 他马上就要当新女婿了 一个人一生 能有几次这样的高兴事啊 孙少安走过石鸽节的小桥时 一颗热腾腾的心 突然冰凉了下来 触景生情 他立刻又记起春天 在这小桥上面的公路上 他手里捏着润叶给他的恋爱信 两眼泪蒙蒙地站在那里的情景 此刻 润叶那含着羞涩的 红扑扑的笑脸又浮现在他面前 耳边似乎又传来润叶那熟悉的 令人温暖的笑声和说话声 哦 这一切将永远地过去了 他将马上要和秀莲在一块过日子 组建起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来 少安捶着头 离开这小桥 迈着沉重的脚步 向家里走去 不知为什么 他感到自己眼窝里热辣辣的 他也没什么可惋惜的 因为命运就该如此 但他此刻仍然想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痛痛快快哭一场 孙少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 他背着那个搭脸推开家门 惊讶地看见 他的秀莲已经坐在他家的炕边上了 秀莲见他回来 马上红着脸笑隐隐地从炕边上溜下来 走到他面前 大方地帮助他把搭脸从肩胛上卸下来 他丈人贺耀宗和他父亲 正亲热地挤在下炕根一块抽汗烟 后锅台上 母亲姐姐和妹妹正笼罩在一片蒸汽中 忙着给客人做饭 一股热流 刹那间涌上了少安的胸腔 他激动地问秀莲和老丈人 你们刚到 路上顺利不顺利 贺耀宗说 顺利着嘞 我和秀莲在柳林打问了一辆去黄园的顺车 一直就开到你们家的坡底下 秀莲不时用眼睛描一下 少安刚理过的头发 满含着羞涩和喜爱 因为两家的老人都在 秀莲不好表示她的感情 但不时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对少安表示 我多么想你啊 我多么想你啊 同时还用这双眼睛询问少安 你想我了吗 是的 亲爱的人 从今往后 我们就要开始在一块生活 但愿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 爱我 核心帮助我 和我共同称服这个穷家博业吧 在快要临近春节的一天 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在自己家里 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 婚礼尽管简朴 但也少不了应有的纷乱 亲戚们在前一天下午 就先后都来赶事情 少安的几个仪衣 衣服 舅舅 镜子 再加上各自带的娃娃 都拥在他家的一孔土窑洞 脚地上挤的都不能通行了 王满淫 原来准备在举行婚礼这一天再来 但也在前一天的晚饭前赶到了 因为按老相俗 这晚上有一顿桥面和了 王满淫啃了几天干粮 实在撑架不住饥饿 因此赶来吃上一顿 晚上再返回贯子村睡觉 当然 第二天他一早就又跑来了 生怕误了坐席 这天午饭前 少平已经挨门逐户 把村里的队干部 以及和他们相好人家的主事人都请来了 谣理太急 这些本村的客人 就都在少安家的院子里 一堆一伙拉闲话 等待坐席 少平和金波 每人手里拿一盒纸烟满院子转着给众人散 院子里撑一辆新自行车 这是公社文书刘根民的 他刚从石隔节赶来 也是这个婚礼上唯一的国家干部 第一轮坐席的是少安的娘舅亲和村里的队干部 炕上同时开两桌 后炕头是亲戚 前炕头是社队干部 少安他奶被少平临时背到邻居家 否则他老人家的一堆烂被褥 要占很大一个炕面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杨晨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